屌你3比1輸了比利斯特城 上場差不多是5比0那個阿仙奴去哪 在最後兩場聯賽 我暴龍哥只希望發生兩件事 第一,就是生仔繼續可表演 第二,就是作客至少都贏回重播 屌原來都更難 其實這場球的玩家都很有生思 突然登出希臘仔拍著這個可電 看看他們兩個的發學作用可以是怎樣的 以及測試一下希臘仔對著很冷發的球員 表現又是會如何 想不到啊 這場球,希臘仔真是比華碟還快 不過是比他快拿牌 還要一拿,就拿紅牌 上一場他就是騎兵 八個跟上他就是風塞塞騎兵 我們第一球適球就是因為他交易得不可 不過當然,你還年輕 下年再來過 這次游泽終於沒有開出比一年了 出大家都可能喜歡的尼歐斯 加上上場有搏合的坦克車 打算喊入電吧 誰知道這場球 我暴龍哥只可以用一個字形容他們 屎 但是他可以握握一點點 由坦克變成太空坦克 起碼都快一點點 至於尼歐斯四個字攻強小弱 十個打十一個的情況之下 更多空位 他不能被人爆底 他都沒辦法 作為球迷就沒問題 有球迷就說 李斯特成十一個可以炒起到我們阿仙奴 但我們阿仙奴十一個人 只可以跟馬踢會打和 從此致命阿仙奴是廢 炸和勒殺 其實聯賽和杯賽又為什麼是一樣呢 聯賽我們要欠三分 所以就是在攻 而杯賽馬踢會 就是在守候我們 想著主場先跟我們 打一場精彩的足球比賽 所以是不可以比的 而且如果你敢比的話 其實是捧起了阿仙奴 但踩低了馬踢會 馬踢會的防守是鐵通陣 而阿仙奴的防守 只是樹通陣 下年 麻煩找個防守好一點的教練 跟我們折折不效防 更長幫我們的轉攻差 除了因為踢少一個人之外 所交來所交來 是踢少兩個 因為蘭斯更長波 真是最難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 是沒有騙了那卡士迪 因為麥希達恩 伊尾比奧巴美揚和蘭斯 這四個就好像一個同花損的組合 但是 少了這個可以傳球 扭球和比球的自尊九號 那卡士迪 那威力 當然是差好太多了 希望下一場可以出最冷強的陣容 大炒這個哈爾斯菲爾德 讓我們球迷開心一下 還有可以讓這個王家 用三分 即是迎波 來完成最後一場阿仙奴的比賽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